第226集 向您分享 台中市乌日区 去 回 居 Go 丢我来看买 大家好 我是站 台中市乌日区 去回居 于101年10月14日 登陆为市定古迹 它的特色在于 主楼层采取西方 巴洛克寺风格的设计 而左二护隆 则保留中市传统三合院 摸制格局的样式 因其特殊的建筑方式 受到网红 婚纱业者 摄影师等群众的喜爱 成为知名的 拍摄打卡地标 本集就让我们来去看看 中西合并的建筑方式 会查出什么样 闪亮的火花呢 走 爽玩368 市区乡镇 车停雪田路变形象 好 停好车后 我们现在来去巨葵区 看一下 巨葵区 就在前方而已哦 前面有写预约入场 我们来看一看 开放入场的时间级票价 供大家参考 这里按个门铃 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开门一下 好 谢谢 进来后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护龙 卫平房 立面拱圈 狼柱 围墙外是一片绿地 护龙用洗石子与红砖交织出视觉景观 在现存传统名宅已属少见 巨葵区前 有一池 那层中轴线上 设有一座仿如意形的小水池 象征如意吉祥 名曰如意池 好 接着我们跟着站 由二楼开始参观 首先由严狼 进入镇深民间 右边墙上贴有巨葵居主人 陈绍宗先生的生平与地方声望介绍 大师级的书法作品 作者 陈焕青 巨葵居原土地持有人之一陈春烟 为陈绍宗的堂兄弟 其子陈焕青于日治时代 书法造诣深厚或讲无数 好 正深民间的空间状况 大概就是这样 接着我们打开侧门 进入镇深幼寺肩 这里并没有展示东西 推测这里 应该是以前长辈的卧室 我们来去看看正深左次肩 走进来后发现 这是一间试听教室 这里依照时刻表 播放具奎居修复纪录片 别具匠心的门廊设计及复古的吊灯 超沙底片 由二楼往下看如意池的样子 中西合璧的长方形窗与拱形窗的搭配 毫无违和感 接着我们跟着站 到二楼后面的盐狼看看 这里我们经过二楼左边楼梯 二楼绕一圈后 我们由右边楼梯下去 抵达一楼右边盐狼 接着我们继续逛 好 走到这里后我们刹车网回望 主体建筑是绑巴洛克建筑的圆拱石柱回廊 山墙为圆弧形 上有陈家唐号 尹川 门眉上有句葵居三字 其中 葵字 就是古代新秀文曲新的意思 这是左边护龙 立面排扁书写 连拳让水 出处 男士 狐鞋之传 圆比喻围围观连结 后也比喻风土习俗纯美 右边护龙 立面排扁书写 锐气祥云 出自古本原名杂剧《渡黄龙》头折 祥瑞的云气 旧以为吉祥的征兆 我们进去以前是祖厅的房间看看 祖厅右边以前应该是主人卧室 祖厅左边以前应该也是主人卧室 目前这三间房间 都有摆放文创小屋贩售 接着我们沿着回廊 往左护龙的方向走 这个房间有许多美拍不紧 大家可以在这里租借旗袍或汉服 穿越时光回到过去 美美地拍一张 墙壁上挂着许多聚葵居 旧时的照片 不妨放曼宁的脚步驻足欣赏 体验以前的人文时光 从旗袍租借室出来后 我们跟着站到主体建筑后面看看 诶这个是什么 原来是洗衣窟啊 早年屋日地区常有泳泉 居民将砖石堆砌成枯 用来洗衣洗菜 聚葵居的窗 可分为细长形木窗、圆窗 长形开窗与如意形开窗等四种形式 细长形木窗 用于厅堂、卧室与厨房等 立身之室内空间 圆窗位于背面右侧 十分吸引人的目光 圆窗与长形开窗 均用于预测空间 如意形开窗 则用于内、外层之间的围墙开口上 与仿如意形水池相互灰映 水井 外层以水泥粉光 上方再加设防护钢筋铁条 井口又破碎裂痕 井内基础层以卵石叠气而成 为、聚葵居、日常生活用水汁来源 最后我们来看看 聚葵居 独具匠心的砌砖工艺 聚葵居的女儿墙 至少约有11种形式 有的运用梯形砖块组成 十字形 连续的十字形则切割出4个小镇方形 象征着外园内方的古代钱币 意味着可为家庭或主人带来财运 好的 本集就分享到此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爽玩368市区乡镇频道 我们下集见拜拜 我们下集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